前两天有一位沙米尼 一个出家人 尼仲 他们疫情之前 去到处去访问 学习 提出了一个问题来问我 他说 看到很多地方 真正在修行的不多 每一天搞是非人我的 每天都在造口业的 那个确实真的很多 而最严重的分别心 非常严重 为什么在一个寺庙里面 会出现这个问题 错在哪里呢 为什么人会有分别心这么重 当然了 如果分别心都没有了 你就成佛了嘛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 人为什么会有分别心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有分别心呢 用简单来讲话 我们大成经里面不是有讲吗 只要你 只要你能够把妄想 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 能够放下 分别执着 能够放下 你就成佛了 你就成佛了 而且分别心是最难的 那为什么人会有分别心 很简单其实这个道理 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如果你去思维 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分别心从哪里来的 什么原因呢 心量小吗 很简单吗 你的心量很小 心胸狭窄 才会出现跟人家对立 还有分别心 才会出现 对事对人对物会产生的计较 所以分别心很难修 修难在哪里 我们自己自己本身都没有去解误到 这个事情很简单 信用 信量 太狭窄了 每一件事 看到每一次的处事 待人觉悟 几乎都是跟人家计较 几乎都是跟人家计较 所以你要修分别心 不分别心 你首先把你的信量 进入跟大海一样 所谓的 两座杀戒吗 你的心一定要像跟阿弥陀佛一样那样 尽虚空便法戒一切众生 都是跟我们是一体的 你能够这样的分析 来对自己的修行 你会进步很快 再加上我们没有老师在旁边的指点 今天如果你像米勒菩萨那种度量 量大福大 那事情就很简单了 所以以前 我的老师 他常常提醒我一件事 他说 你的心像什么 像这个拳头 这么大小 如果你今天要成大事 你想要成就 你每一件事情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你要把这些事情 全部容纳在你的心里面 你会很难受的 你会很辛苦的 所以一定要把你的心 跟大海一样 你才能够有很大的成就 你老师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我们在外面 或者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 有时候做一些服务 做一些事情 我们会遇到很多让我们很难受 所以人家问我 常常讲别人的坏话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人 如果他不是有问题呢 他不会这样的 批评啊 说人家的坏话 这些种种的 只是说明这个人有问题 修养有问题 德行有问题 有修养的人 他会每天讲人家的坏话吗 想要控制别人吗 不会的 所以有修跟没有修有区别 所以我的老师常常提醒我 你的心量又跟大海一样 遇到什么事情 才不会很辛苦 要不然啊 你的心像那个拳头这么大小 你走到哪里 这个你也要 这个你也计较 这个你也对立 你说你辛苦不辛苦啊 很辛苦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 特别是念佛法门 常常跟大家提醒 你的心 一定跟阿弥陀佛要一样 你的行 一定要跟阿弥陀佛是一致 你的愿 一定要跟阿弥陀佛同愿 属于为什么中风果实 在三十七念里面 告诉我们 你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你 让我们指定下来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 今天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问题很多 在修行当中有时候出现这些很多问题 我们又没有老是在旁边的指点 属于为什么我们每天要不断的听经文法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你要开智慧 你首先一定要不断的听经文法 下面会跟大家讲 为什么文法很重要 所以从今天开始 走到哪里 你要把你的心量 就如同大海一样 像这个大地一样 你看这个大地 人家怎么对待它 它从来没有跟你说不 所以为什么地藏王菩萨 以地这个名 来取这个名字 就是说它的心量 它的怨心 才会出现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地狱不空 事不成活 所以以前我问过我的老师 我说师父 你以后百年后会去哪里 西方几个世界没有我的份 地狱都是我的份 师父 你这个怨这个不得了 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意思 你慢慢就了解了 意思是说 他的心就是在众生 就是说 我的心时时刻刻的 就是建类以众生为本 你想一想那种新量 所以人家到现在长寿 健康 你看我们师父上来不是一样吗 所以斤斤计较的人 你看几乎第一个福报损失了 第二短命 真的 如果不是短命的话 长寿很多病 而且障碍很多 现在看还没看得出来 时间未了 时间到了时候 你就明白了 所以信量要大 信量大的人 业障就消了 信量狭窄的人 业障就来了 这个 未修的人就不一样 所以要懂得要修 我这个简单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讲这个是一个 离重的出家人 刚刚出家大概四年 到现在啊 他不想说比丘尼界 他还在要学习 还没资格 所以 全虚 这个简单了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分析 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做一个 我们自己的 学习的参考 那就看个人 这个是我 以个人的修学 来跟大家分享 两大辅导 我们做三十七年 两周沙街 所以回到家里 看到一切人 看到一切物 他就是阿弥陀佛 你把这个信量扩大了 事情容易办 哪怕是有时候心里难受 但是没关系 我相信 我们会有很大的一种 自在 解脱 我 记住 我们 解脱